说从前呐,周平县有一位姓侯的牛姨 有一次啊,他提着饭去招待为自己耕地的人 看着老板多好,中午馆饭 他来到田野里,就发现有股旋风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 就是不走,这侯某一想 哎呀,这有过路的鬼魂讨饭啊 就用勺子摇起点饭汤,祭奠在地上 一连咬了几勺,这旋风啊,这才离去 又有这么一天,这位侯先生啊,到城隍庙去闲逛 就瞧见里面,有座刘泉献瓜的树像 被这鸟粪啊,给呼的,眼睛都看不着了 这位侯先生一看,哎呀,这刘大哥 怎么能遭受如此的玷污呢 他就进去了,也不嫌脏 用这手指甲啊,将那鸟粪,指指兮兮的都给开下来 一晃几年以后,有一只 这位侯先生得病了,卧床不起 做了个梦,梦见被两个鬼吏给抓起来 来到了关牙,这鬼吏啊,就跟着索要财物 到这来,你得拿钱,不能空手 这位侯先生没招啊,身上也没带啊 这时候就瞧见呢,从关牙里走出一位 穿着绿衣服的人 就看见侯先生 哎呀,侯老,您怎么来了 这侯先生,就把这经过一讲 穿绿衣服,这位听完了 就把那两个鬼吏给骂里顿 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这位是你们侯大爷,真敢无礼 这两个鬼吏赶忙道歉 哎呀,我不知道啊,对不起,得罪了 不一会儿呢,就听见关牙内 传出了雷鸣般的鼓声 这绿衣人就说 侯先生,升堂了,您跟我进去吧 领着侯先生,就一块进去 进去之后,叫他 哎,侯先生,你在这台阶你等会儿 我看看怎么回事 我替你问问 说完呢,就走上前去 来到一个当官人的模样前 就遭守失忆 那个人从大堂上下来 两个人呢,简单的聊了几句 那位当官模样的人 就看见侯先生,赶紧攻守失礼 哎呀,侯大哥来了 哎呀,你也没什么大事 别害怕 有一匹马呀,把你给高了 进去啊,两下里对峙一下 您就可以回去了 说完转身就走了 不长时间呢,就听到大堂上 有人叫侯先生的名字 侯先生赶忙上前跪倒在地 就发现旁边啊,有一匹马 也跟他跪着呢 判官啊,就问这侯先生 呃,这匹马把你给告了 说你用药把他给要死了 有这回事吗 侯先生一听,哪有这事啊 他呀,得了瘟病了 我用治瘟病的药方啊 给他治疗 吃了药,他也不见好 隔一天,他就死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马呢,开口了 说起了人话 这两下里,各说各的理 互不相让 判官呢,就让人查了生死簿 结果啊,这生死簿上标注明了 啊,这马年龄多大 应该死于哪年哪月 和马死的时间相符 这判官一看,就怒斥这马 这是你授数一尽 你怎能无望指控别人呢 说着,就把马给赶出去 又对侯先生说 侯先生啊,你原本是想救活他的 这事啊,跟你没关系 这次呢,你可以不死 你呀,可以回去了 说完呢,仍然命着那两个鬼力 就将侯先生送回去 穿绿衣服那人呢 还有那个单官模样的人 也和他一块出去 就嘱咐这两个鬼力 在路上好好的 对待侯先生 这侯先生啊,非常感激 哎呀,谢谢谢谢啊 今天承蒙二位保护了 但我们也并不认识 请告知姓名 以便将来报答 那绿衣人听了一笑 三年前呢 我从泰山回来 这道上又热又渴 难受得要死 经过你们村外的时候啊 承蒙你施死了饭汤给我喝 这个恩情啊,到现在我也不敢忘 那个吵得像单官模样的人也说了 哎,侯先生啊 我就是刘全 以前遭受鸟粪玷污 被糊住了双眼 闷的,我都不能忍受了 是您亲手将那鸟粪剔除的 这个恩情我可不敢忘啊 只是咱们阴间里的韭菜啊 没法招待你 哎,我们就此就分别吧 侯先生这时候啊 这才恍然大悟 哦,这么回事 于是呢,就往回走 到了家呢 就款留这两个鬼吏 这俩鬼吏吓得 连杯水也不敢喝呀 赶紧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呢 侯先生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 他才知道啊 他已经死了两天了 从此以后 这侯先生更加乐善好事了 逢年过节呢 他要用酒去祭奠刘全 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这身体啊,还很健康 能越马奔驰 说这一天呢 在道上遇见刘全了 骑着马走过来 草那样像是要出远门 两个人一见呢 拱手行礼 寒暄一闭 刘全就说了 大哥啊 您的寿数已尽了 勾魂帖呢 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鬼差要来勾你 被我给拦住了 大哥啊 你回家啊 料理料理后事吧 三天以后呢 我来接您一块走 下边啊 我已经替你买了个小罐 放心吧 不会让你受什么苦的 说完那刘全就走了 侯先生回家啊 就跟自己的妻儿老小 亲朋好友 一一的告别 又准备好棺材 受益 到了第四天 这天刚擦盒啊 侯先生就对大伙说 诸位啊 刘大哥来叫我了 说的进入棺材 便离开了人世 瞧见没有 做好人做好事 最终会寿终正寝的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 分享 打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